念佛可以帮助他们吗 可以 你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 真能帮上忙 你要问为什么 你看看江本身 连一杯水放在这个地方 我把意念给他 他都产生变化 你从这个科学证明 就知道我们的意念 可以加持别人 念佛是最善的念头 可以真的帮他消灾灭难 帮他事业顺利 这个不是迷信 确实是由科学证明 那么江本波斯 他的这些著作 也都有著作群 都有著作群 所以我们不能够翻印 如果没有著作群 我们就大量翻印 替他宣传了 所以我们只能口头介绍 而没有办法翻印他的东西 但是在书里面 有几张很好的那些照片 我想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了 将来我们把它放大 让大家看看 可以增长信心 这个意念的价值 第四个问题 我很想学佛念佛 可是又担心旁人笑我迷信 该怎么办 这个是你太多余了 什么叫迷信 这个要搞清楚 他说我们学佛念佛的人是迷信 佛是什么 他知不知道 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为什么要念佛 他也不晓得 他说我们迷信 他比我们加一倍的迷信 我们对这个没搞清楚就相信了 是迷信没错 他对这个没搞清楚 他说我们是迷信 他是迷迷信 加了一倍 这个要懂得了 这个有一次 我还没出家 在那个时候 亲近李老师 在这个慈光图书馆 我在那边 老师分配 我在那边工作 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么 有一个基督教徒 年岁比我大 也是安徽人 同乡 他是不远的 居立不远 有个教堂里面的信徒 有一天 到我们图书馆来 看到我 就来劝我 说佛教是迷信 说了一大堆 基督教好 老同乡嘛 我就听他讲 足足讲了两个小时 能言言善道啊 他讲我就点头 这个讲了很久了 我倒一杯茶供养他 请他做他慢慢讲 讲了两个钟点 他可以讲累了 讲累了 讲累了 如果他休息了 我就身边 我就请教他 我说 如果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啊 是不是先要把文章看一看 再批评啊 他说对啊 我说你老人家批评佛教 批评两个小时 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啊 他说没有 我说我们图书馆 每个星期三呢 老师在这边讲经 你有没有听过啊 他说没有 我说你胆子真不小啊 那个还有很多人在那里 越南时嘛 还有很多人 我说你说这些外行话 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 我这一说满脸通红 赶快就走掉 就走了 我们图书馆还有一些同学呢 我这一套 把他赶走之后 他们就说 哎呀我原先看到你啊 一点招架的能力怎么有 人家说你坐在垫头 我说是啊 等到发足了 这一棒打下去就提不来了 这才行啊 你一听他批评 全是外行话吗 完全不懂吗 不懂在下批评吗 让你批 批到最后我来问你 你有没有资格批评 这人很不错 很难得 到第二天 他把他教堂的牧师带来 很客气 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也叫了个朋友 我说我说要我欢迎你批评 我给了个牧师说欢迎你能够把佛教批评到一文不值啊 你救了多少人啊 这些人都是迷信你把他救过来功德不得了啊 但是怎么批评呢 要研究佛教 要天天来听经 你不天天听经 你不天天研究这个佛教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 你也扶他 服人哪有可以随便批评的 所以这个不要怕人家说迷信 他比我们更迷信 你把这些话告诉他 你要说我们迷信呢 你先把佛经念通 这个讲经地方天天去听 然后再看看他是不是迷信 你才可以说话 你不了解 你说迷信错了 你说不迷信也错了 你简直没有资格讲话 那这个就对 你也讲清楚 第五个问题 年纪越大 越接近死亡 虽然嘴里不说 心里却整天担心着 念佛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克服这样的恐惧吗 没错 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熟了 没有死亡啊 所以这个念佛发门呢 你真正要是懂得 要是一教风行 我常常讲啊 第一个 你健康 你不容易衰老 不容易衰老啊 青春永住啊 不容易衰老 第二个 你不会生病 第三个说 你不会死 往生极乐世界 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啊 死了就去不成了 你看往生的人 在他走的时候 他告诉他身边的人 我看到阿弥陀佛了 他来接我了 我现在跟他去了 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呢 他去了 这个身体的不要了 就像衣服一样 旧衣服一样 脱了不要了 就跟他去了 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啊 所以死了就麻烦了 死了去不了了 活着去的 真的是往生 所以这个送往生的人 这一点要注意到 就是他在断气之前 他自己说 见到佛了 见到极乐世界了 他说那是真 如果在断气之前 他没有这些话 没有这些话 虽然念佛 念的功夫很好 不一定往生 走的时候 走了以后 他这个身体 瑞相很好